小火家艾玛Candy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长寿的明星食材 也就是我们这个超级养生食物大蒜 大蒜最近都已经在市面上 你看看这样子一大摊一大摊的大蒜都已经收成了 在我们云林一带的这个大蒜 本地的大蒜一颗一颗非常的肥沃 但是园艺小火家艾玛Candy今天和大家分享 这是我自己自家盆栽种植的大蒜 它也成熟了我们要来采收 像这样子的大蒜其实是有强化保护力 而且可以预防感冒 刷菌维持健康增强体力等等的 这些有经过证实的这些功能 甚至大蒜中的这种硫化物 就是抗菌消炎的功能 对这种现代疾病 优门感菌 真菌 病毒 可以抑制跟杀菌的作用 这么多蒜头的营养功效 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 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种大蒜非常简单 你只要在秋冬的时候 种植下去 你就可以放养它 不理它跟其他的菜儿种在一起 它可以共生共好 然后就会从一颗小蒜米 变成一大球的蒜头 甚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你可能不知道的秘密 为什么现在可以种出独头蒜 然后独头蒜又这么的夯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这样子 一粒一粒的独头蒜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你要买大蒜的时候 从大蒜的外坨做一些判别 你就知道它是进口的大蒜 还是台湾的大蒜 像台湾的大蒜 它的蒜头的头就会有一点根虚 然后是蒜这样子像莲霧一样尖尖的 进口的就是圆圆扁扁的 然后看这个蒜仁 台湾的蒜仁 它的头就比较尖细 进口的就比较圆顿 比较最主要就是要让大家清楚 我们台湾的大蒜真的在口感辣度香气呢 都特别的好 所以你在挑选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知道做判别了哦 来跟大家分享哦 市面上呢 有一个非常风行的这种独头蒜哦 这样子一体成型很少见呢 然后让你会意外惊喜的 以为是一个特别棒的 特别营养的呢 独头蒜呢 其实呢 它是正好跟你想象的是相反的哦 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拔出这个独头蒜哦 这个就是我种在算是花台上的这个独头蒜哦 这一条这个花台呢 因为之前种了一些蔬菜啦 然后所以呢 塞了好几颗的这个小蒜头进去 让它一起共生哦 然后呢 现在来采收的时候呢 这个大蒜呢 其实呢 是一个变形哦 那它真正形成的原因呢 其实根据这个 整个我种植的 分享我种植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这个土呢 已经不够营养 也就是它的环境呢 变变差了 然后又加上气候异常哦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 其实就是一个发育不良形成的 这种独头蒜哦 跟一般的蒜头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物以稀为贵吧 那我们采收完呢 就要把它整个晒干哦 我就把它一球一球的 然后绑起来哦 放在这个通风阴凉 然后让它慢慢干燥哦 这整个地头啊 外皮啊 都整个干燥了以后呢 它才容易保存哦 至少你呢 这样子全部干燥了以后 你就可以保持个半年啊 都没有问题哦 再来分享另外一种 就是我们把磨剥掉哦 这样子的蒜仁呢 可以放在冷藏 冷藏的时间大概 七到十天左右哦 那放在冷冻呢 就可以放的时间就比较长哦 你整个把它密封装起来呢 至少可以半年哦 做料理就随时都有蒜头 增添美味咯 好啦 今天的种植蒜头 分享蒜头的好 就到这里咯 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点赞分享 点赞分享 感谢观看